你真的在心中弱势 常常把决心的道理思维架构 在你心中慢慢明白时 而且这个架构不是一次吗 你永远要知道我们是凡夫 那个架构是一步一步慢慢深入 慢慢体会过去架构 甚至还有很多理路不通的 因为你不断要去面对他故 所以你慢慢慢慢去能够慢慢突破 当你有一点点突破时 你就会发现 你就能够用得上那一点点的作用 所以那叫闻思修 绝对没有那种狂妄 就一法一向 就这样子你就到家了 就这样子这一生就了办了 那既然这样子就叫一生就了办了 那为什么现前念佛 你都还没有任何心中 因为这句圣号当前 给你心中的开发启发 没看到半点了 还是那些只是众生最粗笔的一些妄想文字 那些语言了 没有一点那种高汉 体会一些决性 心性上的一些维系动作了 维系信用了 怎么会没有体会呢 你连这一点点最初的维系都还不知道 你说你就在这句符号能看到西方 假如你在这句符号就能看到西方 你就应该看到心境之中的变化 应该看到心境中的作用 你怎么看不到呢 因为那个西方在哪里 那个西方没离开过你的心境了 将来你连这么样的最根本 最末梢的沉浸界都变成庄严 这表示什么 表示心中连最初的心意识 你都应该能入维系了 你心意识能入维系 将来看的当然是西方 那你就会知道 那个谁也夺不了你 谁也破坏不了你 根本自信西方 你根本就在 从来都在的本来极乐 你又不去认这个本来极乐 你要找一个现在没有将来才有的 佛都已经告诉过你 现在没有将来有的 那将来有的还叫无常 根本不认自信 那你到底是什么极乐呢 所以现代人 尤其是汉传佛教叫做大教 假如只用现代的人的思想里面 这样子说佛教的话 只会让汉传佛教 这么样很多古德留下来的这些声音 这些道理 这些根本的九转的这些妙药灵丹 就慢慢慢慢一失而已 等到汉传佛教这些道理 全在这个世界 这个娑婆已经无存实 这个世界佛教就全灭了 就全部灭 因为你已经发现 现在人讲的根本不是讲心 全部着想 所以这个象中才会怎么样走出来 才会有清静 你感觉到什么时候要放下 听起来简单 你放得下吗 你怎么放下 你不认静体 你站在静色前面说 我要放下 我要放下 我根本不认静体 我在上面说静色 我要放下 我绝对不被静色迷惑 我要放下你 我要放下你 不过更争愚痴而已 你明白静体就放下 何必让你苦苦守着静色说放下 那叫做本不利道都不深 本不利你智慧都不张扬半点 谁要你在上面说放下不放下的 你说放下看看 你说那个放下 那个放下 放得下放不下 想你说我要放下 我要放下 我要放下 这句话都放不下 你拿着一句放不下的因缘 做将来想要证得放下的果报 果地 岂有如是是 你要是在决心上看 你就根本不在放下放不下上面 这个点上参的嘛 你是明白决得放下处 跟决得放不下都是决 所以我根本不必在决得放下 放不下上面再发任何的力量 再多费任何的心力 我只要看到心境之中 过去都会在这边缴绕 放下放不下放不下放下 我就在这个缴绕时 我慢慢在这边闻思修架构 从此以后 我面对自己念头中的缴绕 我都慢慢厘清 决得的是谁 那是你的无量色无量光吗 你真的能够明白 那个决得放下放不下的那个绝时 从此以后放下放不下 再也不会违背于你 再也不会霍乱于你 这才叫真放下 所以那也就是六主讲的 那不论什么叫禅定解脱 不论什么叫放下放不下 佛法是不二之法 那正的这个根本不二之性 那是佛法 你要照见如是决性 那才是佛法 你别 peer 是决定解脱 我不是准备好吗 我不是决定解脱 我不得意 因为我自己看不下 我根本不得就好 可是你不是决定解脱